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节,我准备和大家介绍两件,我自己看下都觉得惊吓到无管动的一些关于脑部干细胞研究的成果 在这里画面上,大家看到一粒白白色,上面擠了两粒黑色的东西,似乎什么? 我开始就看似粒湯丸有些砂碎碎,当然不是 现在这新闻就这么说,科学家尝试去培植一些迷你小型脑部 是来自这个干细胞开始去培植起 然后竟然在这个研究里面 这个由干细胞培植出来的脑部 生了对眼睛出来 这个画面上我觉得挺震撼 在这里来说 首先要搞清楚几个问题 我们不是直接去拿别人的脑部细胞来做培植 而我们是依赖着我们一直去玩干细胞的人 一个很喜欢的手法 就是拿身体上的其他的细胞 将它还原变回干细胞 再加一些其他的条件 让这个干细胞能够变成一个我们希望成为变的另外一种的细胞 比如你原本拿下来的是皮肤细胞 你将它变成干细胞 然后你就可以由干细胞来做 再将它变成为 比如是老细胞 我们现在是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出来的 所以它只要蒸得到那个捐赠者的许可 让大家公开地知道这个实验是会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在规则准许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有一些脑部干细胞研究走出来的 那么在今次这个研究里的详程就大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说 有些眼的物体这样走出来的 那么其实这一种研究呢 我们将一堆的干细胞不是纯粹将它个别这样去看的 现在我们很流行将这些这样的 譬如由干细胞去培植了一堆的这些脑部细胞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尝试有得去继续去演变下去 我们尝试看一下它这一堆这样的细胞互相连结组成的时候 形成了一种叫做Organoid 一种叫做迷理小器官的这些这样的状态 究竟它是有几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到一个实际的脑部是如何运作的呢? 于是我们就不需要拿一个活体的脑部情况之下 去透过由自己小小的一些这样的脑部细胞重组成为一些小小器官 希望由一个局部微小的系统能够去研究了整个巨大系统的一些特性 我们希望是透过这样的方法来获得知识的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象到的 有了干细胞这个技术 不只是被人用那么简单 它是帮我们去尝试慢慢去越来越了解得多 这个的身体器官它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而其中如果对于脑部来说这个更加微妙的器官 因为牵涉到神经细胞的话 它不是纯粹为我们身体给予一种功能那么简单 譬如你说肝的细胞走出来 就是帮我们去解毒 储存养分 甚至乎供给能量 对于神就很明显是帮我们去排出毒素 另外消化系统 它们那些细胞有很重要的消化功能 但对于脑来说 它是一种感受分析外来刺激 和发思号令的一个机构 甚至乎有一些 一个人类的脑部 形成了一些 我们主观以为自己有灵魂的感觉 或者不要说到灵魂那么复杂 一种有意识的 一种自觉 有清醒 有沉睡的状态 懂得去思考 去想到如何逻辑分析 有理性 有非理性 这些这么复杂的表现 往往就是由脑部出来 所以如果 我们不想要去牺牲性命 来去拿脑部来做研究 我们拿着这些干细胞 将它变成为脑部细胞 然后让它自由地发展 看看会出得到什么呢 就成为了研究脑部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进路 我们以往都说过很多类似的题目 这次就集中说一下就是说 它怎么标一张眼睛出来呢 当然了 你要它能够发展到有眼睛的话 那一定也是本身 它可能有一些特定的条件设定 令到能够发展到一个这么圆初 一些眼睛的结构 或者就是说 它怎么能够自己分工 来去发展了一个对于外面光有感应 有反应的一个局部的部分 最后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器官呢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其中我们都知道的 由这个的精子卵子结合形成了受精卵 这些受精卵它会慢慢里面有个细胞分裂 然后细胞分裂到某个程度就开始分工 那其中对于这些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些细胞是怎么走位 怎么分工的呢 各个器官的功能是怎么由完全不知道是没有的 慢慢发展到有呢 是不是 一个的受精卵本身没有五官在这里 但是它自己能够最后走位生得到这些五官出来 那譬如好像眼睛那样 它最初是怎么形成的话 似乎现在在这个研究里面 它们透过去研究眼是怎么形成的时候 它们看到少少东西 那就这么说了 这两颗黑色的好像真的眼那样的东西 它最后会不会真的变成一个眼球呢 那以这班研究的人员呢 它就说不会的 因为它只有一个很基本的结构在这里 似乎在它这个黑色这点里面 我们找到一些是感光的细胞在这里 这些感光的细胞 它们会不会最后走位石头形成到整个视网网结构呢 那应该就不会 因为它现在这个这样的老世帮 没有去复杂到一个这样的程度 但是在这个这么简单的系统里面 是不是已经能够帮我们去抽取到一些的知识 来帮我们去初步了解一下 在这个胃胎里面的眼部是怎么样形成有什么重要的过程 我想就是透过这个这样的 关于脑部这种这样的微型脑部器官的研究呢 就会有一个贡献在这里 那这里就是其中一单了 那还有一单呢 我觉得又是非常疯狂的 又是关于脑部器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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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次这个脑部器官的最疯狂的地方 就是我将它连结了一个外面的线路 我们现在就这样了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做一个运算的单元 我们今时今日用半导体 CPU 如果大家很记性的 就是我们在大约一个月之前 我们介绍IBM其中的突破 它就是模仿着我们脑部的结构 就将那些无论运算给反应的那些老神经 和一些专系负责一些记忆部分 就将它混在一起 去模仿我们脑部里面 老神经系统那种接驳方式 那么IBM他们又获得到一个成果 设计了一种以前没试过设计到的 一个运算的器件出来 那么这个呢 现在画面上面看到什么呢 它就直接将这个这样的老部 这个这样的组织 由这些老神经去接驳出来一个微小的小型老部结构 就将它接驳去一个电极那里 有输入有输出 不但中间我们还将它做一个training 一个叫做好像人工智能学习的过程 人工智能学习那里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思路就是说 我有一个人工智能学习的神经元在这里 我去training它呢 我就给一个刺激下去 然后呢我告诉你这个刺激 你要给一个这样的结果给我 你怎样去做到呢 你自己想好它 里面去调节参数 去尝试改变里面的参数 令到我给这个进入你就懂得这样跟我出 OK 做多几多很多次的时候 你里面的参数调得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现在我们将这种手法 继续用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这个系统身上 但这次我们不是用人工的神经元 我们真真正正用人的肉体 就是那种脑部 就是脑细胞的神经 就组成了这个叫做真正人的神经元 OK 同样一边我给他input 另外一边我要求他能够出到一个这样的output 中间你那些这样的神经元 怎样去调教那些接驳 自己想好它 于是乎经历过很多次的学习 他们发觉呢 是可以完完全全当他一个呢 纯粹不是血肉之区的AI 来他这样去train 在他这个的计算里面 很厉害啊 给了一个一些叫做非线性的方程的任务 来给他去尝试预测一下结果 他就发觉呢能够做到的效果呢 比起我们现在现时用的 纯粹半导体组成的人工智能的那种人工神经元 那个表现呢 不是差很多而已 或者这么说 他那个的 就是出来的准成度不是很高 但是你给他的train的时间呢 也都不用说很长 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耗电量可以很低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一样东西了 就是说呢我们似乎用生物学的方法 将这些这样的老的细胞 去摆入去一个这样的电脑上面 叫去计算 我们是能够做得到的 而且这个表现呢 还有成本呢 未必会弱过你现在呢 做那些就是AI那些系统 就是纯粹用半导体做的AI那些系统 那就是在这里呢 就是又会看到一样东西了 那么它的限制是在哪里呢 就正如很多我们去街市买送的那些新鲜材料的限制呢 你怎样保鲜呢 OK 在今次的这些这样的神经元里面呢 他们就能够保鲜到两三天已经很厉害了 之后你也都要想 他会不会能够抵抗到外来细菌的冲击 或者就是说他经历了这样的新陈代謝 他的养分吸收和一些废物的排放 能不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就是能够 就是这些这样的要素呢 就决定了 他这一个这样的生物的装置 能不能够在这个电脑里面 存留得比较久的一个的窍门来的 那么当然 如果我们能够在未来世界 如果我们不是用现在半导体技术来去建立人工尺 我们是用一个生物结合电子的方法 好像现在这里见到这样 而且呢 我们能够做到呢 它的那个运算呢 比起那个纯粹电子化 或者是半导体化的那些这样的器件 能够做得更加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很疯了 我们经常说呢 这些人工智能会不会 接下来会超越 或者突破 令到我们那些密码 很容易就解密得到 这样 这些这样的问题 那已经要忧虑了 如果在生物学方面 我们用到这些这样的 人脑细胞的手法 都能够做到这么超越 而且很多时候 它的耗电可以很低 因为你要让它运作 你所需要给它养分 其实就是远远少过你去 一个纯粹CPU那些这样的器件来去插电 就是这个研究就看到了 既可以增进于我们对于脑部的认识 它究竟是怎样接驳 怎样学习 OK 另外就是说呢 它发展未来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呢 你发觉又有另外一个突破在这里 就是想想想一个很科幻的图像 会不会以后就像那些 体龙珠人造人20号那样 那样 那个脑就是一个原本 那个发明者那个脑 但是你能够设计好一个很好的界面 去培养着去养着这个脑 你也都可以不单止是养着 也都可以继续跟它是相互作用 被刺激它 令它思考 再发思号令 最后是操控身体 令它完全有一个活人的那种 这样的思考 情绪 甚至乎是那个意识的表现 行不行呢 这样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 很初步很初步的一个起步 一个由一个小部分开始 那最后的未来世界会不会有一些 那么疯狂的科幻东西发生呢 那就是拭目以待了 那我们这一节的内容来到这里 那我们完成了四节 那我们继续会有第五节的科学回忆录 那我们下节见 可是我们下节目的展开 还是为自己的一节目的 我们下节目的时刻 耶和第一节目的 改变用 其实我们下节目的